好,今天我們新任透視來到深水埗區 咦,阿毓民指著你,指見什麼事? 指著他,叫他不要亂叫麥克風,指著他 今天新任透視來到深水埗區這一節 主要就是講一下,看看社民連 他今天就在這裡宣傳五區公投 5月16日,我們來看看深水埗區的街坊 也就是毓民的基地,九龍西 是啊,是呀,雞地呀,雞地 雞地,雞賣,街市來的 保安道街市門口,看看那些街坊 知不知道5月16日,五區公投這些事,好嗎? 好呀,我們今天就問一下街坊知不知道什麼事 是啊,我們就當然,我覺得那個氣氛是很淡的 是啊,是不是我們想像的那麼淡呢? 是啊,我們就和大家去看看 尤其是在這麼基層的地方 好,看一下 你知不知道之前有五個立法會議員是辭職 現在是進行所謂現在的補選這樣做 你贊不贊成這個辭職 你覺得,如果這樣 你應該怎樣呢? 你贊不贊成這樣辭職 然後再投票 那如果他覺得自己的能力不夠辭職 都很正常 啊,完全是 很遠啊 你不是問辭職值不值得對不對 是啊,但他是認為辭職 再進來一次投票 接下來是5月16日 代表一種公投,全民去投票 代表一人一票出來之後呢 就2012有真普選 這個方法你覺得是應不應該去做呢? 嗯,是不是啊?你說應不應該了? 當然應該啦 當然應該啦 同學走了 這個叔叔就說應該啦 應該啦 不不不 為什麼你又會這麼支持呢? 那個同學仔 剛才看到他的表現 那你這些要清晰一點的嘛 你政府會常常委任那些 那些功能組別 沒錯啦 這些就不應該的嘛 應該是公投嘛 公投是大家有興趣就投票 最好的啦 這些又不要說偏幫哪裏嘛 是,你投誰都好 總之有得投 是啦 那你不怕公投就等於搞香港獨立嗎? 不會的 有些興趣就投 有些興趣就不投 有些興趣就不投 有什麼所謂呢? 關什麼獨立什麼事? 沒錯啦 你自己有自己的思想嘛 你自己有自己的腦子嘛 對嗎? 哪個是好哪個不好 你自己可以分析到嘛 在香港那麼久就嘛 好厲害喔 那阿叔 你又怎知道想到那麼多事呢? 剛才那小子學生哥 看來好像是讀很多書 但他都會漆漆漆漆漆漆漆 但是你又 在哪裡拿到這些資料呢? 要不要呢 你自己天天看報紙都看到啦 那些傳媒啊 那些周圍都說的啦 這些 你自己在香港受教育 受了那麼久 哪些是好哪些不好 你自己分析到嘛 對嗎? 你喜不希望有盡快 2012號普選呢? 應該早些更對 越早越好 是 市民呢? 深水埗你不要說什麼 餓虎藏龍 是 你真是 你不要當他漏的 胡錦濤也有時候說啦 回歸10年 你香港人的心都未回歸 你自己做到不好 你怎會回歸 對嗎? 有点啊 好有点啊 香港做到那麼繁榮 你中國應該做好些嘛 對嗎? 好像劉慧卿那樣 有什麼理由大家香港人為什麼不讓人進入中國 歧視中國人? 對呀 人家有骨氣 阿興姐不去大陸 以後也不去 她說你也看到電視 有什麼理由 大家是特區政府的人 有什麼理由不讓人去 這個阿嬤又好嘢 對呀 好嘢 這個是阿嬤來的 不是你為呀 鼓勵她 應該是呀 劉慧卿說的對呀 嘩 真的要讓劉慧卿看這段片 好 好 我們要廢除公民組別 一人一票選特首 你怎麼走下來呀 這個年輕人和阿子見當年 也是做過這些事的 對呀 十一歲的時候 我十四五歲 十五歲是吧 你是十七歲呀 今年 對呀 為什麼你十七歲高過我這麼多 是呀 因為打得波多 打得波多 還有沒有吃三醉青肝菇奶粉 你吃了所以除了腎有事高度 我吃牛奶的 是不是呀 好 怎麼稱呼你 是MOMENT MO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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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MOMENT 在這個MOMENT 他要爆那個MOMENT 在這個MOMENT 我們要訪問一下MOMENT 你十七歲 回家讀書嘛 叫什麼麥克風 做什麼呢 是呀 你做來做什麼呢 是不是收了水呀 還是怎樣 因為我們見到這個政府實在太不公義 這個政府根本沒有民權的授意 他根本是完全欺詐每一位香港市民 連我這個學生都看不過眼 好像上次的高鐵事件這樣 那麼多人走去立法會那裡 整一萬人走去反高鐵 是 但是這個支持高鐵的演案 只有100人 這些這樣的 有一幫報紙竟然可以用大標題 說支持這個高鐵 我們現在很大多數的支持民 都說支持這個高鐵 這個是完全是畸形的社會 畸形的報紙 你十七歲還未投得票的 未投得票 那你怎麼辦呢 那你不會很失落 那5月16日你會怎樣去過你那一天 都不會緊要的 因為我們 就算我不是這個選民都好 那我都會呼籲大家 儘量呼籲我家裡所有的親戚 為一個下一代投下你神聖的一票來的 謝謝你 MOMENT MOMENT At that moment 拜拜 我現在這個MOMENT 他就要去繼續喊咪了 多謝你MOMENT 儘快實現真普選 廢除高鐵組變 5月16號 這個基營的政制 這個等壓的選舉 都要走出來投票 好了 西部透視今次找來 紫健的Friend 社民連副主席 鄧隨忠 是 為甚麼Friend呢 多謝你們訪問 你以前是問主堂的 九龍山我做支部主席 他現在是氣那麼投名 是啊 我們依然繼續在民主黨裏面 是啊 繼續在裏面搞事 是啊 你又出來了 做副主席 早點跟你出 我做主席 是啊 早啦 是啊 是啊 你留在民主黨裏面好有作為的 有甚麼 可以有民主黨裏面的異議聲音 是啊 又說得對 那你又不做 留給我做 沒有義氣 沒有人分工啊 喂 今天在這裏擺街站 是宣傳5月16號的公投 應該 是啊 OK 對今次的選舉氣氛很淡 但我們不斷幫大家一起去 希望去刺熱一點 這麼淡 那怎麼搞呢 其實有甚麼的對策 其實我們現在呢 都沒有辦法的了 都盡力在我們的位置上去努力 譬如我們不斷地出街 那在較大圍的場面呢 我們會在 譬如這些 譬如長毛他們做 我們會集中主力打劉乃強 對呀 劉乃強做了言論 對終極普選聯盟 他都插 證明終極普選聯盟不行 某個其他爭 就是終極普選聯盟被人集 那證明是不是 就是終極普選聯盟 那個溝通的策略是錯啊 還是 世右傾不定 你怎麼搞呢 其實那個問題就是 溝通這件事呢 就是不要說終極普選聯盟 就不是說終極普選聯盟 是現在才提出來 其實 所有的民主黨派 過往十幾二十年呢 都要求在這個民主的問題上面 是 跟中央溝通的 就是他舉例民主黨 都不是說今時今日提出的 過往都有提出要求跟中央溝通 爭取民主 所以 其實 跟過往有什麼不同呢 跟過往 不 那個問題就是 其實 那個結果就是跟過往是沒有不同 是 所以 因為不是新鮮事 做過了 以前是不得要令的 你要求跟他溝通 他不跟你溝通 是 逼迫別人這樣 現在 劉乃強簡直是說 他批評這個終極普選聯盟 他的溝通是不行的 所以我們更加 喂 劉乃強不但批評我們 還批評溫和的終極普選聯盟 我們現在的策略就是 當然要打他 我們已經公投 現在有學生的 2012他們走出來 大家有票投 原本就說 五居公投 成不成事都成問題 有公民黨走出來 成了事就可以辭職 跟著有沒有票投 又不知道 現在2012走出來 又一定是保障了有票投 這個已經是 一個突破了 一個突破了 最終 又說 不知道投票高不高 到時候 五一六就有個結宗了 到時候再說 再批評 如果投票率已經是 又高的時候 那都不用批評了 我們都不用回應了 是吧 好 謝謝 謝謝 社民聯的副主席 鄧隨忠 記住這個名字 謝謝阿華TV的訪問 謝謝 好厲害 好 我是公投人 目的就是要一人一票 踢走功能組別 更快 阿子見都忍不住 他都要走上去喊咪 幫這個五居公投 呼籲5月16號出來投票 我們剛才和深水埗街坊 聊過 那些街坊 大家都看到了 各位網友都不是很知道 整件事是什麼 就算知道都好像一知半解 不是很通的 所以就靠各位網民了 5月16號呢 除了自己出來投票 還叫你們身邊的親戚朋友 那些選民 一齊出來投票 那九龍西這邊的氣氛 就媽媽的 所以就自然都喊咪 我們待會和大家看一下 下一節回來 新淫透視 去香港島 看看公民黨 陳淑莊那邊怎樣